王者荣耀新版本季下星之队,将在6月27日0点至9点30分进行停机更新。 本次更新的主要内容有,S16赛季开启,新英雄要上线,英雄装备调整,峡谷规则调整,深渊大乱斗升级,云端梦境上线,信誉积分奖励上线,充值活动开启,碎片商店更新等等。 其中版本内容就不详细多说了,具体可以参考主页的抢先服更新内容。 新赛季按照当前段位开启继承,按照S15历史最高段位发放钻石,黄金牌位累计时胜得顿山玉鸾赛季皮肤。 荣耀占领上下中奎神纪首位,鲁班7号师午东方两垮专属皮肤,黄金武士,五福同心,街头旋风,花好人间,圣殿之光,为精掠夺者,加入皮肤自选礼包。 东方药是一位无消耗战士,其技能CB比较短,所以连招特别多,可玩性比较高,大家可以入手,售价13888金币。 建议大家走半肉破甲流,即安营加冰痕之卧加破军加防御装,对后排有一定威胁力,同时也有自保能力。 英雄装备调整。 英雄 英雄 最高只生效250%,对于普通英雄只需要无尽战刃加三个无双名文即可达到上限,所以无双名文开启现实无损分解。 深渊大乱斗已经全面翻新,且加宽了地图中央,但也新增了地图缩小规则,加宽的地方会随着时间崩塌。 另外,抢坤大作战属于现实玩法,本次更新暂未开放,等待后续通知。 普通梦境上架了四款奖励,最好的就属回程特效了,而高级梦境暂未开放,开放之时将有四款永久皮肤可选其一,水果甜心,孙斌心皮肤,海之征途,化身博士。 敌人节的信誉积分皮肤正式上限,改皮肤进供五星信誉玩家使用,而配套的回程特效,进供四星五星信誉玩家使用。 参与活动可得荣耀积分和积分夺宝券,而曾经的特效礼包奖励,已被永久移除。 热门皮肤圣诞链哥再次上架,只可惜标缠的胜率已经快跌底了,其次还有德古拉伯爵,爱叶猫娘两款试诗皮肤上架,而刘邦也在本次更新中增强了,所以德古拉伯爵是可以趁热兑换的。 热门皮肤